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好几面的,有些人,表面上看上去比较文静,内心可能是很活泼的,有些人平时在朋友,同事面前比较表现,得比较外向,话比较多,但是他的内心可能比较内向,俗话说得得好,人不可貌相,男人意识如何,有些男人表面看起来正经,其实内心很色,感情中,女人往往是容易受伤的那一方,他们缺乏安全感,很容易被男人伤害,被男人的外表欺骗,所以,女人不能被男人的外表欺骗。 女人的外表欺骗的一些表象欺骗,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有的男人表现掉铛铛,看似不正经,其实比谁都更专一,深情,而有些男人,他们只是表面正经,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其实内心很色,只是伪装得好,那么如何鉴别这类表面正经,其实内心很色的男人呢,这些男人大多有这三个特征,女人不得不防,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 异性朋友多且对异性很好,在社交关系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如果一个男性拥有过多的异性朋友,特别是经常与女性朋友一起出去玩,并对他们非常热情和关心,可能会引发一些情感上的纠葛。 这种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常常在一起玩耍,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问题和困难,这种密切的互动会增加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培养出好感。 同时,男性对多个女性朋友的热情和关心,也会让这些女生对他们产生好感。 小明是一个社交活跃的人,拥有许多女性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参加派对,旅行等活动。 小明对每个女性朋友都很热情,给予关心和帮助,这些女性朋友也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而,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有可能其中某些女性朋友对小明产生了进一步的情感,而小明并不清楚或者没有相同的感受,这可能导致一些误会和心理落差。 其次,对于小明来说,他可能会被视为情圣或花花公子的标签,从而影响他在其他方面的形象和人际关系。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友谊是正常和健康的社交关系。 然而,当一个男性拥有过多的异性朋友,并且与他们的互动频繁且热情时,可能会引发情感上的问题,在处理这种情况时。 双方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清晰的沟通,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伤害。 小明应该与自己的异性朋友保持适当的距离和边界,虽然友谊是宝贵的,但小明需要明确自己的感情态度,并避免给他人错误的信号。 他可以通过与异性朋友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以及避免过于亲密的行为或语言来实现这一点。 而且,小明需要与他的女性朋友进行坦诚的沟通,他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友谊和关心,并明确自己对彼此关系的期望。 这种坦诚的交流可以帮助他们在友谊中保持清晰的界限。 避免产生误解和情感纠葛,保持男女之间的友谊是正常的,但在处理过多异性朋友和情感纠葛时,需要小心管理和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通过与异性朋友保持清晰的界限、坦诚的沟通、平衡的社交圈子以及自我反思来实现这一点。 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友谊中保持健康和平衡,同时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困扰和伤害。 爱在女性多的地方自我表现。 交往中性别比例失衡的地方常常伴随着一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男性为了吸引女性注意而表现出的过度自我表现行为。 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女性的眼球,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交往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男性过度自我表现往往会导致关系不平等。 当某个地方的女性比男性多时,男性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不断竞争,可能会夸大自己的优点,夸大自己的精力,表现出一副过度自信的形象。 这种现象使得男性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而非真正的平等。 而一个健康、稳固的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之上。 当男性为了吸引女性注意而表现出一种超自然的形象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真实的自我。 这种自我包装往往是不可持续的,也不符合真实的人际交往长期下来。 这可能造成关系的疲劳和失望,因为女性们期望交往的是一个真实的、真诚的人,而不是一个演员。 男性过度自我表现可能会导致表面交往的增加而缺乏真正的深度。 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往往更关注表面的吸引力、外貌和社交技巧,而不是个人品质和内在的共鸣。 这种关系可能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和价值观契合,因此难以持久。 假设某个城市的舞蹈学校男生非常少。 而女生比较多,这时候的男生可能会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而过度自我表现。 他们可能会展示自己的舞技,夸大自己在舞蹈领域的成就,以此来吸引女生的目光。 然而,这种关系往往缺乏深度,因为男生们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忽略了彼此的共享兴趣和真正的情感交流。 相反,他们应该注重真正的个性和内在品质的展示,建立起平等、真实和有深度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令人满足和持久的爱情关系。 男生应该关注内在的发展和个性的塑造。 而非仅仅依赖外在的吸引力,他们可以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提升技能和知识水平来打造自己的独特魅力。 而不是仅仅依靠表面的自我包装,在对待女性时,他们应该尊重对方的思想、情感和需求。 而不是把交往看作一场竞争,建立真正的沟通和共鸣,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并为彼此的成长,提供知识和理解。 这样的关系,才能建立在互相倾听和平等对待的基础上。 男生还应该注重建立持久的关系,而非追求短期的碎片式的连接。 他们应该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期待,并与潜在伴侣进行深入的沟通,确保彼此的目标和愿景能够相互契合,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关系,能够为长远的发展提供稳定和支持。 这样才能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环境中建立起健康、平等且有深度的爱情关系。 来者不倔。 俗话说,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对那些长得漂亮的、身材好的女生毫无抵抗力,尤其是一些主动的女生,哪怕她们的长相和身材一般,男人也总是来者不惧。 小李是个平时在大家心目中做事靠谱的同事,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 开会时,也总能提出一些不错的想法,同事们都很喜欢和他一起共事。 就这样,小静对小李产生了好感,便开始主动接近小李,小静并不知道小李有女朋友,便开始追求小李,都说,女追男,隔成沙。 不久,小李和小静在一起了,可是,好景不长,一次外地女友来看望小李的时候,真相才大白。 这样的男人,大家要小心了,表面上表现得很优秀,很能干,很能够吸引女性,实际上内心狠色,对女主的主动来者不惧。 当他下次再有女生主动的时候,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来者不惧的。 来者不惧的男生往往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意愿,他们对于感情和交往往不嫁以筛选和选择,而是无原则地接受所有人的追求和注意。 这种行为可能表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缺乏清晰的认识,这种模糊的认知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无法提供稳定和有意义的关系,导致交往的质量低下。 来者不惧的男生可能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当他们身边有多个潜在的伴侣选择时,他们可能会陷入无法做出决策的困境,这种不集中的注意力可能导致交往缺乏深度和稳定性。 因为男生无法全心地投入到一个关系中,相反,他们可能会频繁地转换对象,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连接和承诺。 另外,来者不惧的男生可能缺乏真诚和诚信,当他们接受所有人的追求时,可能会给人一种不真实和不可靠的感觉。 这种行为可能伴随着欺骗和虚假的承诺,导致伴侣的失望和对他们的信任破裂。 作为一个健康的关系建立的基础,诚实和真诚是至关重要的。 而来者不惧的男生可能无法提供这样的信任,假设有一个男生,他会接受任何对他表达兴趣的女生。 无论女生的背景和价值观如何,他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交往。 这个男生很可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选择,导致他和众多女生交往,但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意义和稳定的关系。 他可能会给女生一种不真实和漫无目的的感觉,因为他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没有展示出真正的兴趣和投入。 所以说,不建议和来者不惧的男生交往,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意愿,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可能缺乏真诚和诚信,与这样的男生交往可能导致低质量的关系。 缺乏深度和稳定性 相反,我们应该寻找那些对于感情有明确目标和选择的男生,他们能够提供更健康、真诚和有意义的爱情关系。 感谢您阅读,赞赏与分享本文,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请积极参与留言,与大家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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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this message to you.